才能治 不是说小财污汤可以通治万病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财污的学习是要学会怎么抓财污症 而不是怎么管体质 小财污汤基本上是不管体质的 这个体质 你勉强要说的话 都会变成有点在硬掰 就你会说这个体质适合财污汤 可是你发现它用月局管效果更好 你用财污树干散效果更好 用16位游戏你效果更好 就是你不能说体质 因为一旦说到体质就有十方可以用 因为很多十方是针对那个体质的 而那十方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财污汤一定要说财污症 这是一个学习上面的相反的地方 而这个财污症又刚好是一个很繁琐的辩证功夫 要跟很多其他的症一点一点分出来 所以我就说学财污汤比较伤脑筋 所以这个礼拜不会讲到 这礼拜都还在闲聊一些别的事情 所以下礼拜开始就要痛苦了 那这个 那我就看到看到说 这样一个邻居 或者是这样一个他所看的西医 都不觉得这个状况是感冒 也就是说西医所定义的感冒 是一个非常狭窄范围的东西 可是我们张仲景定义的感冒 往往是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真实 就像我那个邻居他在吃药的时候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哦 我每次吹在冷气不舒服的时候 我后脑勺一定就先硬起来 然后我问别人 别人都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体质好奇怪哦 我说真的啊 你这不是标准的造出生病吗 这是堂堂正正的好中国人才有的状态啊 那这个人 他就觉得真的吗 大家都说没有这个感觉 好不容易遇到跟我感觉一样 我觉得好稀奇哦 这样子 就是其实现在的人 就是说他的整个认识身体的角度 都已经跟古时候的人不一样了 就现在的人 一感冒就会想到病毒啦 怎么样怎么样 就他想到的是他的什么T细胞 免疫机能或什么东西 而没有再想到我后脑勺 将不将我的脉扶不扶 就整个观察自己的视角已经不一样了 那他在他这样的聊到说 到底什么是感冒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对啊我曾经在中医基础课的时候 不是举一个例子吗 说台南的当年的金方家朱姆通发现 连盲肠炎都有80%是感冒的 盲肠炎有80%是感冒 就是因为他看到的盲肠炎的病人 真的需要用到蛋黄牡丹皮汤 或者是义以父子败降伞来消炎化农的 只占到20%以下 80%以上是怎样 那人肚子带痛 可是他的手球是冰冷的 手足绝寒麦细欲结 是什么 当归似尼迦无助于生姜汤 桂林本是无助于生姜父子汤 那也就是说 这个手足绝寒麦细欲绝 这意味着它是什么 它是绝因精有病 那足绝因甘精在这个地方 刚好经过这个 这个盲肠 蓝尾的上面 那所以 绝因甘精生病了 蓝尾就烂掉了 所以你要治好的最好方法是 赶快把绝因甘精重新打通 就像绝因精 绝因甘精坏掉了 这个扁桃腺就烂掉了一样 所以赶快打通绝因精 所以两个小时内 盲肠炎的病人可以走出去回家 没事了 所以盲肠炎也可以是感冒 就像是 我们之前在教葛根汤的时候 不晓同学有没有印象 朱木通的一案 他说 妇女乳腺发炎 一开始初期的时候 几乎就是葛根汤打完收工 为什么 杨明精 葛根汤是太阳杨明的药 就是乳头上面 是杨明精经过 所以杨明精有邪气了 乳房就烂掉了 那如果 到了第二步 我们财户汤会再发一次 他会说 等到 定一个没有挡到的时候 他通常在乳头 乳房的发炎是什么 少阳精 财户汤解决 也就是 连乳腺炎 乳房肿块 都有很高的比率是感冒 所以就是 但是 伤寒论的力道就是大在这种地方 很多我们觉得 嗯 一般人会觉得 这个病好像东一点西一点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医 可是如果你把伤寒论 整个读过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可以包罗到很多种病 那什么病能够当感冒医 那是 非常幸福的事 因为你要享受什么叫做一剂之二剂 大概就是伤寒论里面的方 经贵药略的方都是慢慢吃慢慢好比较多 但是伤寒论的方 强的不得了 一吃就好 就要当神医就要靠这一块了 所以 就是这样子就是感冒这件事情 还是蛮了不起的啊 那所以 就是 就是 闲扯到一点这些 有的美的事情 那 所以呢 就是关系到那个时代的疗法 那接下来呢 这个六十四条啊 他说 伤寒 一下之 须得下力 倾骨不止 身疼痛者 即当救灵 那 就是说 这个人 他如果感冒了 被医生用了 卸药 用了下法 之后呢 卸了之后 我说我们人卸了之后 怎么样 肠胃会虚 对不对 我不敢说是虚寒还是虚热 因为 那个时代 卸药有的寒泪有热的 那肠胃虚了以后 接下来一个主证 其实这个主证现在 也可以说 开始教我们认识四溺汤这个方计 我们上一次 遇到四溺汤的时候 是 太阳上偏的最后面 那那个时候 根本不能够凸显四溺汤症 因为那时候 我们教四溺汤说 这个人重复发汗 又加了烧针 然后阳气虚脱 所以用四溺汤 他只说这个人被怎么虐待 没有说他有什么症状 所以 看不出四溺汤症 那从这一条开始 我们就可以 开始定义的出四溺汤症了 因为四溺汤也是一个 生死关头会用到的方子 所以 我们在这边 借这个机会来定义四溺汤症 那也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他就说 这个人遭到雾下之后 他就 倾古不止 那这个倾 古时候也写作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什么 那是上厕所的意思 就是拉 拉出来的意思 所以这个倾 你不要当作是清洁的倾 这个倾是拉大便的意思 那这个 那这个人呢 他拉大便 拉的是什么呢 拉的是骨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吃下去一碗饭 拉出来的大便 还看得到饭力 同学有没有拉过这种大便啊 有没有 那 我们会拉这种大便的时候 就是四溺汤症了 就是 就是通常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 这个食物经过消化道 跑那么久 都已经会不成原形 对不对 就是 一切都已经被 分解掉了 我记得小时候 唯一不会分解东西什么 是金针菇 就是吃了金针菇之后 然后那个金针菇那一条 还会 让已经大出来大便 在底下夹住在那边晃动 非常恶心 结果我后来小时候 很怕很怕吃金针菇 就吃了之后大便就变妖怪了 那 那 除了这种比较特殊的南销化食物之外 一般来讲都会都会不再成原形 那 我们如果是 拉肚子 我们来大概分类一下 如果是 热性的拉肚子 就拉出来的东西是臭臭的 烫烫的 那那个多半是葛根黄情黄连汤症 那如果是 拉的是比较热的 而肚子有脚痛的 那这样子的 多半是黄情汤症 就是 情少草姜枣的黄情汤 那黄情汤也可以没有生姜 这个 那个 辅心诀的版本跟 上海论的版本不一样 那 当然还有诀音篇 还有什么白头翁汤 或者是拉雪的 那个我没有教到 就先算了 但是韩信的拉肚子 我想我们比较要分出来就是 李中汤症跟四腻汤症 怎么讲呢 所以当然 你说韩信的拉肚子有没有真五汤症 真五汤也有 真五汤是 拉肚子 然后肚子会有一点 闷痛闷痛的 然后也是拉水 所以李中汤跟真五汤症很难分 通常李中汤有时候就拉不太痛 那真五汤症拉的时候肚子会有点痛 这样子 那 那李中汤真五汤症 基本上那个大便 还算是不具原来的形状 就你看不到你昨天吃的菜叶子 什么饭里 但是呢 四腻汤症的特征就是拉出来的大便 还有你之前吃下去的食物原来的形状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 有一个假设啦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吸收营养也好 食物的营养或者食物的讯息能量也好 最后总是有一个能量库 对不对 能量库是什么地方 就是最后五脏之精是归给哪一脏来藏啊 是肾脏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肾脏里面有那个肠筋那气的空间 你才你的身体的消化系统才会觉得我分解这个东西有意义 那像李中汤症的拉肚子 它虽然是不烫的 不臭的 只是水泻 虽然是冷泻 但是它的这个情况是肾还没有不行 所以肾脏的区块还行 所以它的脾胃虽然没办法好好的做完这个消化工作 还是很认真的能够把这个食物能切得多碎就切得多碎 但是呢 如果是到了你的肾的这个区块已经阴食了 就是已经被阴邪之气盘踞了 然后这个肾已经塞满了寒冷之气 然后会觉得我的房间里面已经塞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垃圾 那你再要给我什么东西我也放不进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肠胃的世界就会觉得 大家不要消化了 就是好像那种公司要倒闭的时候 工头跟员工讲说 它不用做了 你竟然再做也拿不到薪水了 厂长已经跑路了 那这样子 大家就觉得不要做了 就是当那个肾最后收藏这些精华 然后让我们身体觉得做一切都有意义的那个部分 已经不存在的时候 身体就觉得说白烂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吃什么拉什么 所以到那个时候就代表你的肾脏已经被阴寒之气盘踞了 那要把这个阴寒之气打通 把它逼散 那就是生父子干姜干草人参的四泥汤是最适合的了 所以要制造出这个肾脏的藏经纳气的空间 是要靠四泥汤才能撑出这个空间 就是破阴石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 夏立清谷是一个用生父子记的一个重要指标 那这样同学可以记得吗 所以那生父子记的代表就是四泥汤是不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要用四泥汤 那如果你没有生父子的话也没有关系 用泡父子的话也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那 他说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四泥汤啊 来救这个 救理啊 他说 身疼痛轻便自调者 即当时有表 他说 可是呢 如果你已经救好了这个理了 然后呢 之后啊 就是已经处理的不错了 那那个时候呢 你 还觉得身疼痛的时候 你要再重新辨证一次 怎么讲 就之前他这个四泥汤症 他告诉你说这个身体这里痛那里痛 对不对 那这个身体这里痛那里痛 是不是让人觉得说 这个很像麻黄汤症 很像大青龙汤症 对不对 所以我们学过太阳上片的人 学过太阳上中片的人 遇到身体疼痛 其实很容易去想说 这是不是麻黄汤症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拉出来的大便 是有食物原来的形状 那你就知道 身体痛不痛 这也是理寒 这个已经不关系到表寒了 所以即使身体痛 不要把它当麻黄汤症 有这个夏立青骨的话 夏立青骨是决断的点 所以是四泥汤症 那等到你吃了四泥汤 大便开始恢复了 接下来处在一个状态中 那之后怎么样呢 身体这里痛那里痛 可是大小便呢 都正常 没有拉 就是排便顺 是正常的 有形状的 那这个时候的身疼痛 你说要不要吃四泥汤 这时候你说不必了啦 这时候你就 可以 就可以看看是不是麻黄汤症了 这个身疼痛可能是因为邪气 含血还没有排出几万 说不定是麻黄剂的世界 说不定是什么 那当然 已经经过那么多折腾了 你要把这个含血逼出来 用麻黄汤 用麻黄剂也太烈了 因为我们之前在讲调文的时候 同学们看到说 好像发过一次汗 第二次开始就用桂枝汤 对不对 第二次不再用麻黄汤 因为汗孔只开一次 那这个时候他已经这样子搞来搞去 已经 已经这个 被吓过了 人也虚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不再用麻黄剂了 吓过的人一定弃绝啊 精液都比较虚 所以 不再用麻黄剂 因此呢 所以他就说 这样子大小便已经恢复了正常而生疼痛的话 那就 就可能要从表胜去思考了 那这个表胜的思考呢 就是可能是适合桂枝汤啊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就是 如果你有下立千古的状态 即使你身体在痛 这也是四泥汤的世界 那如果你的大便是正常 当你身体痛 可以往表正的方向去思考 那当然还有可能有其他汤症 对不对 身体痛还有什么 桂枝新加汤对不对 桂枝去少药加生姜加人生的新加汤 那纵粉是加少药 一丝都通的 那在宋本呢 这一条后面呢 还有一条 这条是桂林本没有的 那这个宋本呢 他就说 病发热头痛 脉反尘 若不菜 身体疼痛 当就其理 用思泥汤 这一条的意思呢 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分辨 阳症跟阴症的差别 就他前面一条他讲到身体疼痛 对不对 让人联想到身体疼痛 照理说可能是麻黄汤症啊 是表瘦寒邪 对不对 我们提表瘦刀寒邪 但他说 有下列倾骨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小心就是理应时 这个不是表寒的问题了 那同样的这条在分辨类似的事情 就是发烧头痛 身体痛 这看起来都很有可能是太阳表症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呢 有一个关键性的 看起来很弱势很不明显的 但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报告 是什么呢 就是脉反尘 就是当你是一个理寒时的四尼汤症的时候 你有没有可能发烧 有 有没有可能头痛 有 有没有可能身体痛 有 可是他的脉是成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 就要用瘟礼的药 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的一个写法 我想 症痛点这样写而又写 我想同学要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表药跟理药是不太能用法的 那 那这个 脉反尘是一个辨证点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了 四尼汤症可能头痛 可能发烧可能身体痛 对不对 但是 怎么样可以决定他的四尼汤症 第一个 夏立清谷 第二个 脉反尘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张仲景曾经在前面条文提到过的 真热假寒 真寒假热的问题 就像是 如果有一个病人 他发了很高的烧 你问他热不热 口干不干 他说我好热 口好干哦 可是你发现 他的脉 好像没有杨明金的脉那么浮 他能够怀疑这个高烧究竟是实热的阳明烧还是寒症的四尼汤的烧 那怎么分 就是比如说你在不经意之间可以塞一个抱枕给他 然后跟他聊几句话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人明明已经烧到三十九度 他还抓得住这个抱枕一直跟你讲话 然后还不把抱枕甩开 那这就是什么 就是人发热 可是反而喜欢披衣服 对不对 这种症状就是一个真正的里寒食的状态 所以你要观察一个发烧的病人 你要看一下 他到底是把棉被踹开还是把棉被拉上来 当他是把棉被拉上来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 当然你说麻黄苍症症会不会把棉被拉上来 有会哦 就麻黄苍症症那个人也是 哇 发烈三十九度要裹棉被 因为就是会觉得冷嘛 麻黄苍症症也是这样 所以脉还是很重要 脉要沉 然后你去观察 那可能 可能会有的症状其实也有很多种 比如他说口渴 你给他喝水 可是他喝两口就觉得喝不下去之类的 像阳明病的话 喝几口都喝得下去 但是里寒食的发烧 他喝不下去 会觉得好像喝一喝 会觉得不开胃这样子 所以就是有一些试探的方法 那这些试探的方法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万一搞反的话 可能人会被你医死掉 所以这个地方 这条还是蛮要紧的 所以关于这个里寒食的病 我们至少要知道到这个样子 那么 那至于说表正当中 会吃糖就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两条呢 他是在讲这个太阳病的这个自愈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当一个人呢 他很虚的时候啊 他有可能 以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 经过一些比较特殊的过程 这个人才好起来 那这两条跟我们之后又交到的柴狐汤 会有一点相关性 因为后面的这个小柴狐汤 也有一条 是在跟读者介绍说 小柴狐汤有小柴狐汤的明炫 张仲锦的书上写的是说 就张仲锦书上写的说小柴狐汤的明炫 是写说这个 就是忽然之间发热 然后忽然之间冷的发抖 然后怎么样 就是忽然冷的发抖 然后出声寒 然后就忽然好了 所以小柴狐汤的这个疗愈的过程 如果那个病人之前有被误治过 有被搞虚掉 他可能会有一个疗愈的过程 会有一个明炫的现象 那张仲锦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学过 马虎狐汤的明炫是什么 喷雪 对不对 真虎狐汤的明炫是什么 喷水 哪里喷出来不一定 那小柴狐汤的明炫是 就是战斗 然后冒汗这样子 其实为什么通常只要告诉我们这些症状 这些状态 或者是自愈的状态 这其实你知道或不知道病都会好 对不对 何必讲 那是因为 如果你是开业的医生的话 有些事情你必须先跟病人讲 不然他回家会吓死 就当他那个药快要生效的时候 他还处在明炫状态的时候 他不会打电话问你说 我应不应该安心 而是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者 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学精方的话 对于每一个药物 可能会有的明炫反应 我想都要蛮熟悉的 这样子你遇到可能会明炫的状况 你一定要对病家做出先告知的作为 不然的话 人家会恨你一辈子 因为本来明炫是一个要好的状况 可是人家以为怎么样 然后送到西医院去挂点滴 或者怎么样 可能就完蛋了 所以那个状态就算到你头上 所以以帮人治病来讲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要紧的 但是现在还不用讲到明炫了 那我们现在先讲到他的这个 太阳病先下而不遇 因腹发汗 此以表里拒须 这里还没有讲到很强烈的明炫 就一点点而已 就是说一个人哈 他说得太阳病 本来呢 不应该用下法的 对不对 下法是阳明礼食才用的 那阳明病就算还是白虎汤症 都不用下法了 白虎汤还是发汗 那这个 下了就不对了 可是呢 下了虽然不对之外还会怎么样 会不会损伤里面的精液跟元气 会吧 所以下过之后 这个人里面一定会很虚 然后呢 下了之后又换个医生 医生就说前面那个佣医 不知道搞什么东西 这应该是发汗才对 来来来 吃饱黄汤发汗 然后再发了 那这个下过一趟里面虚了 再汗了一趟 表面又虚了 所以这个人就表里拒虚 那一个人表里拒虚的时候 会怎么样啊 会致帽 帽是什么样的状态 帽跟头昏有没有一样 其实帽跟炫 我们现代人都会讲到头昏头昏 就现代人用词比较粗一点 那如果硬要分的细一点的话 就是你会感觉到天旋地转而不能平衡的那种叫做炫 晕跟炫比较是这边的 那帽是怎么样呢 帽比较是眼发黑 头发重 眼帽金星的那种帽 就好像整个头被什么东西蒙住了一样 那种感觉就是帽 所以这个帽跟炫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只是我们现代人都统称为头昏 那这个 就是说当这个人呢被表跟理都各商一道之后 他会变成一个帽的状态 那这个人如果帽了很久啊 帽了蛮多天了 他会 他会怎么样呢 其实不是怎么样 而是张东景这条比较主要的意图是在告诉读者说 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搞成帽家了 你先不要对他出手 因为一个表里拒虚的人 你再发汗也不是办法 就是你再发一次汗他更虚了 那个症状会变得更严重 所以张东景在这里是告诉他的读者说 一个人如果之前已经受到不很好的治疗的时候 你必须要给他一段调理期 这个调理期呢 可能是吃热稀饭 是吃 建中汤之类的 不要 但是先不要去直接动他那个感冒 他说要什么时候才能动他那个感冒啊 他说 帽家其实他只是被打得很虚 前面那个下跟发汗可能是已经把病毒逼的差不多没有了 所以呢 你要等他自汗出狱 就是说 这个帽家他的最明显的病激就是他的表的精液 因为发汗而损伤 你的精液因为下而损伤 那这样的一个人 你必须让他比如说喝喝热 吃饭啊 或怎么样 调理个五六天七八天 然后让他身体里面那个已经干枯的精液 重新慢慢长出来 那这个精液慢慢长出来慢慢长出来 当精液满到可以输步到他的表 体表的这个未分的时候 这个人会精液来了之后 他身体会觉得 现在我的表面有力量啊 那我们把最后一点病毒挤出去吧 所以他就会出一身汗 到那个时候 才能够想说下一步要怎么治疗 就是必须确认这个人精液回复 才能做下一步的治疗 在精液回复之前 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轻举妄动的 这是一个所谓的治疗原则 所以这个东西跟前面的茅黄酒精 其实是有一个互相呼应的事情 就你不要说茅黄酒精好了 就这个人如果在治疗过程里面伤到精液 其实这伤到精液有很多种 他可能 可能拉了两次肚子 然后又吐了两次 这可能伤到 可能有很多种 但是当他的状态 呈现出这个眼发黑 头发重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先不要动它 要给他喝喝热习之后 吃一点点微量的补药 让他恢复精液 那恢复到他自己出了一身汗了 这时候代表他什么 他说表和故也 就是代表他的精液 已经能够到达皮表 就量还算可以了 他说理为何然后附下之 就是要等到他的精液 已经够到这个程度了 他说送本事前 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 就是出了汗代表他的皮表 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疏步的功能 运化的功能了 这个时候你知道已经确定了 从这个关键的这个状况之中 你得到一个消息是 他的精液现在够了 这个时候呢 你才能够去看看他 还有没有什么肚子里面 还有没有什么造死结在里面 有没有阳明病腐蚀的征兆 是不是要用下巴 那个时候才能去考虑要不要用下巴 不然的话中间这段时间给他空白 就是不治疗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上后面的课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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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